索尼PS游戏春节大祝来了 各位最关心的会员折扣也来了 这波活动的主题是玩乐新年 低至两折 优惠截止到2月14号 我们有半个月的时间可以买 各位不用着急 先说会员 我这个账号是港服新账号 从来没买过会员 年度会员打6折 中间的升级也就是二档会员 原价705港币 现在423港币 基础会员没打折 三档会员也就是高级会员 原价820现在549 一个月和三个月的都不打折 如果想切换一个月三个月或者一年 按手柄的R2键切换 再告诉大家一个不幸的消息 这波新春会员折扣 跟老玩家没有半毛钱关系 我之前是二档会员 现在要续费还是原价705港币 但是如果我要升级三档会员 会有一定幅度的折扣 你们想对索尼说点什么 直接发弹幕 下面说说游戏的折扣 首先足球RFC24 目前是史低192港币 篮球NBA2K24 也是史低137港币 双人成型95港币 目前不是史低 史低是圣诞大速70多块钱 不过这个价格也可以了 最终幻想16 这也算是新游戏397港币 最终幻想7重制版第一张 这是数字豪华版 249港币 这是含优费的DLC的 应该还在二档会 霍格沃兹328港币 乌诗3完整版 昨天直播还有人问过 说市面上都是欧版的盘 这下不用了 港幅数字版只需要116港币 喜欢玩想玩了可以下手 对马导之魂导演点击版 238港币 这个在二档库里 这个虽然也叫对马导之魂 但是它是奇弹模式 是网游 怪物猎人崛起229港币 怪物猎人失踪 这是老游戏了78港币 光解大表哥2 154港币 这个目前比盘便宜 盘也得150左右 两张盘 可惜在PS5上只有30针 恶魔之魂238港币 在二档库里 PS5的首发游戏 黑暗之魂3 239港币 这是魂游戏很难的 也是老游戏 黑暗之魂2 119港币 黑暗之魂1代 144港币 血缘74港币 这也是魂游戏 在PS5上只有1080T的30针 这是战神4的豪华版 119港币 真人快打1 328港币 这是黄牌空战7 豪华版 139港币 但是距离结束还有17个小时 估计各位赶不上了 鬼器5 刚刚出铺 PS5版 123港币 这个地有中文的 在第一次安装进入游戏的时候 会有提示 5主GD3 70港币 原价498 刺客信条 英零电 117港币 龙珠Z 卡卡罗特 豪华版 119港币 现代战争3 COD20 是383港币 使命召唤18 219 这个也差不多是平时机 以前也是200出头 这个也是使命召唤18 但是它是PS4版 187 EPS5版 便宜点 使命召唤17 曾经汇免过 现在180 使命召唤16 154 这个应该是平时机 审判之眼 96 这个在库里 审判知识 这也在库里 97 幽灵县东京 这也在库里 117 合金装备1 125 合金装备2 125 合金装备3 也是125 合金装备123 合集 320 我建议大家等 合金装备3的重置 使舍者的重置 很多人都喜欢的P5 天下第一 108 P5S 229 如龙0 87 除了0以外 其他如龙也在促销 北斗神拳 打二折 84港币 暗影火巨城 95港币 这是一个类恶魔城的游戏 和最近新出的波斯王子 是同一类型的游戏 足球小将 74 街霸30多年收藏版 75港币 这个在三长户里 这是街霸4 31块钱 这是卡普空街机模拟器 原价308 现在154 以前我推荐大家一个一个买 原价16一个游戏 打折的时候8块钱一个 现在是给它打包在一起了 154 这是第一个合集 它还有第二个合集 原价313 现在125 右侧是游戏的封面 就是说你花了125 拥有右侧这些封面的游戏 这是一个官方正版的街霸摩尼器 合集包 下面是一堆极品飞车 先从22开始 极品飞车22 不击82港币 这应该是平时地 游戏有点难 有点让人摔手柄 极品飞车21热度 这是一个豪华版 54 极品飞车20 豪华版46 极品飞车18 40 这个好像只有30人 我买过 极品飞车14的重置 31块钱 这个我也买过 下面还有几个星球大战 24 57 和59 这个得说一下 泰坦影诺2标准版 才32块钱 第一人称射击游戏 人惹深归 这可不是那个史莱德的复仇 这是一个合集版 打6折 160港币 这个画面回忆感满满的 主题医院 双检医院 61港币 这个在库里 其实给孩子玩也推荐这款游戏 手柄操作也没什么压力 四海兄弟三部曲 154 东京奥运会 虽然是2020 但实际上是2021举办的 目前只要101 我其实挺想收一个这款游戏的 那时候每隔几天 就会公布几个demo小游戏 全黄酒气 21块钱 后面好像没有什么值得讲的 这波春节折扣 各位感觉怎么样呢 欢迎写到胡云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订阅